大家好,我是小影 把握youtube黄金三小时 如果是我的铁粉 请给我一个like和分享 第一次看我的视频 请你静悄悄给我一个like 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 感谢您 慢慢的我们都会变老 从起点走向终点自然而必然 变老的路上要学会理解 因为只有理解别人才会被人理解 变老的路上要学会忍耐 因为事已成现实 自己无法改变 变老的路上要学会宽容 因为人生在世谁能无过呢 连无完人都说50岁以后 就是人生中的黄金棉花 十分美好 十分珍贵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 退休后做好这十件事 能把老年生活过得更美好 一 成能不如扶老 成能就是争强好胜 有些退休朋友被不服老 不服输 不服人的将情去使 于是总而露一手 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力大无比 智慧超人 耐力出众的长寿老翁 这种成能心情 如果身有慢性病 或处在亚健康状态的人 很容易导致难以预料的隐患 纵使我们有十个不老的心 也要承认自己在变老 体力精力都有所不济 要量力而行了 不能干的事绝对不勉强 不承门 往往会酿成悲剧 二 抱怨生病不如与病共存 前几十年的心形狼泪 有些朋友早就留下了健康隐患 假之进入老年后 由于身体功能减退 人就变得脆弱 容易生病 有人一生病就忧心忡忡 无法安心治疗 结果越病越重 但有人 病后接受现实 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于是病情控制得很好 哪怕是绝症也能长生 抗日老兵陈村生 从72岁开始 先后患上三种癌症 这在旁人看来是多么不幸 但陈村生告诉自己 像常人一样生活 如今 九岁九岁的他身板硬朗 他说 癌症让我长寿 是自己的养生师 三 活得久不如 活得好 人生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 人人都想长寿 希望能够长命百岁 但不少人就过分地追求长寿 走进了区 反而忽略了生命里真正的价值 我们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一种希望 更重要的是 生命的意义是在于活得健康 而不在于活得长久 其实很多人盲目追求长命 是害怕死亡 而害怕死亡的根源在于 认为自己没有好好活过 赶紧去保养自己 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吧 四 存钱不如花钱 人老了要对自己好一点 不要重演 钱在银行 人在天堂的悲剧 不要只知道存钱 而不知道花钱 钱就是用来花的 给别人花 给自己花 为什么不给自己花呢 买自己需要的保健品 买吃了对自己身体好的食物 买自己重要的很多东西 五 欢迎一帮不如知己三两 一个人朋友多 说明这个人人缘好 但朋友太多 恐怕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去维护之间的情谊 年纪越大 身体也会吃不消 不如留几个知己 知己可以是老战友 老同事 老同学 还可以是老伴 当然 如果能找到望年交 也是十分难得的 六 进股市不如逛花市 老年人的炒股热情 完全不数年轻人 许多朋友把炒股 当作老年生活的重要部分 但在跌宕起伏的股市中 老人必须注意 由情绪波动造成的身心损伤 左手K线图 右手芯片图 喝苦 医生都建议 老人最好不要超股 相比股市 花市更让人舒心 现在生活实践 与医学实践证明 老人养花 不仅是闲情意志 而且是一种 一康一智一寿行为 七 事事有求不如无欲无求 老年人要学会修缠自己的欲望 想要这世上的烦恼 莫不是因欲望而生 有欲望 而又为达目的 便产生了烦恼 烦恼持续不消 会给身体带来一定的损害 何苦呢 清淡为人 踏实做事 不计光明 不争利禄 无德之喜 也无师之忧 无仿人之心 更无害人之意 但不以明智 宁静而致远 才能拥有健康的身体 八 超级保姆不如甩手掌柜 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之后 将生活重心放在了家庭 充当起家庭超级保姆的眷色 他们强大的 可以照顾得了子女 带得了孙娃 然后没多久 身体就不行 就累趴了 还有很多老年朋友管太多 子女的工作要操心 子女的情感也要操心 搞不好就把自己和子女的关系搞僵了 这个时候 不如当一当甩手掌柜 能不做的不做 能不管的少管 子女长大了 很多事情都能自己去做的 九 愁一天不如愣一天 人生才是不可能事实尽如人意 遇到困难和烦心的事 就要自己化解 时刻拥有乐观的心态和快乐的心境 在生命中碰到烦恼是不妨要学会三句话 快乐健康的生活 第一句话算了吧 第二句话不要紧 第三句话是可以过去的 十 昨天和明天不如今天 人生只有三天 昨天 今天和明天 然而昨天已经过去 明天还没有到来 我们能把握的就只有今天了 昨天是回忆 今天是人生的中心 只有抓紧今天 才能在明天生活中的健康 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 过去都将永不再来 人生的每一次经历 都是生活中不可多得的体验 懂得珍惜自己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唯有珍惜自己的身体 才会创造出 值得珍重而珍贵的日子 你就会拥有健康 潇洒的人生 慢慢的 我们都会变老 从起点到终点 自人而必人 变老的路上要学会沉默 因为沉默是金 变老的路上要学会说不 因为做不到的事不要强求 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变老的路上要学会突出 因为子女们已经成立了 他们新的家庭 我们要学会得体的退出 变老的路上要学会珍惜 因为现在得到的都是最美好的 变老的路上要学会装赏 因为人生难得糊涂 变老的路上要学会快乐 因为只有开心 度过每一天活的才更精彩 人生每一次经历 都是生命中不可多得的体验 懂得珍惜自己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唯有珍惜自己 才会创造出值得珍重的 珍贵的日子 你就会拥有 潇洒的人生 只要我们在变老的路上 慢慢行 慢慢品 深深舞 就一定会发现更美更红的夕阳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颖 我们下期再见呢